從裡面,所以切切半應該是 好再一次,切切半 應該是切這裡 然後再到這裡有沒有 所以你不能切上面啦 切上面變成往上的部分 往下這裡 然後接下來50Enter 自動就切出來 那把大的圓把它刪掉 把它Delete掉 接下來呢,把多餘的線段 修剪掉 再來的話呢,這個地方可以用近色的有沒有 近色選它,按空白鍵 然後中心點往上 因為是正焦,然後再點一下就可以了 再按空白鍵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就完成大部分 那再來上面有個凸出來的 這個 凸出來呢,它左右各40度 那當然最快的方式 我覺得是極坐標啦 你可以用極坐標按右鍵 去設定什麼呢 每增量角度為10就可以 因為它左右 左右各為 20嘛 左右20 就是加起來就40度嘛 因為它是一個平均的 好,那 點一個線之後的話 以這個中心點往上 那 這個角度是 中間嘛對不對 是90度 那如果你要向右 向右你就減 就是70對不對 找到70之後按17Enter 好,這樣就出來了 再 按空白鍵 再按空白鍵一下 就兩下空白鍵 先往上再往右 兩次 12 就這個角度 17Enter 好,好了以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 在 這個地方呢 畫一個什麼呢 畫個17的圓就好了 17Enter 接下來呢 就把多餘的線段 刪掉 刪掉 然後剩下那個 凸出來那一塊就好了 好,那再來這個地方 刪掉 這個圖呢 就出來了 好,這一題其實 比剛剛那一題稍微簡單一點點 把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